当巅峰赛连续三马撞车粉丝 五楼五楼就七七捞吧兄弟 五楼唱完了 我一直在音乐试过 不管了我接屏了我操 我接屏了别拉我别拉 兄弟要不要这个样子呀你 不要慌不要慌 看我七某人带你们飞样 这种局不是闭着眼打吗 哎 不行啊这咋说没就没了 这局还是我逮我打野 这黄种应该还是上巴的黄种啊 我给这个黄种撞车 这是第三巴了 我们已经两年贵了 到底是谁三年贵呢 还是曹老板打野好玩 大家打野的时候 一定要来抢这个河蟹啊 这个刘备还想来抢三甲河蟹 你看人家阵容有朵枪 你给我坐下 别小看这个中路河蟹 一个河蟹一百多块钱呢 中路盾人 我们最好先打住两单位移 留个控制盾 但是这个位置太尴尬了 秒不掉他呀 那就野雄马不蹲人了 直接嘎了 先别暴露视野了 我曹老板像蹲人的人嘛 见到人那就是一对钢啊 大招顺秒 见到没 一个黄种 你给我坐下 一个活物在干啥呀 这个位置也太好了吧 就是打不到我 再来个过山车 真香 这时候黄种大招也没了 直接万箭穿星 坐下 呵呵 卑微打工赛 一个人都没有 辅助咋那么多呢 这个太医师都不能跟我抢 这是我的呀 二技能减速 你还想跑 你给我坐下 哼哼 闪现也没用 这一局也太卑微了吧 全都是助攻 这也是我的 这一局有黄种 这个高地守门员 还是不能浪的 拍完黑龙 就赶紧来开主宰啊 这种军事节 讲的就是一波节奏的事 一言不合就能被翻盘 那一点点找机会了呀 好在后期的鸟是真准呀 你坐下 然后又放来一个 祸山车 香啊 有黄种这个高地守门员 我们只有一波兵线 根本压不进去 所以只能找机会 把转过这个塔给点来 看见黄种这后期伤害没 完成进场 完蛋了呀 这里我们家的后期 直接被秒了 好在法师也被秒了 我们寻找一下自己的位置 好在我们家有个大脚 还是非常舒服的 这里我们直接卖装备 换一手复活甲了 手速一定要到位 方方面面的 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呀 不像千几天打一打上去 散个高地守门员 足足打了五十分钟 我厉害了 恶心回了 我掉 点打点打点打 没赢过 点打点打点打 不得不说黄种还是很强的 不过三连跪了 现在我们家直接两连跪 然后这一把在对面 也三连跪了 是我欺慕我人 对不起你呀